字幕 李宗盛 ya 哈嘍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有和你們分享我在韓國買的這兒那集嗎?! 啊呀,我好久沒有錄影了,我有一點點小小的緊張 我這次在韓國的話就是 大量的搜尋了我需要的美妝用品跟保養品 然後我其實在網路上已經做過功課了 今天的這些產品 應該都不會太雷才對 那麼今天的這片影音就是不會有適用的 的步驟出現 因為有東西有點多 我想要趕快分享給你們可以買的東西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看我特別使用什麼東西 像是蜀蜂膏、睫毛膏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 那我讓你們看看我今天要分享的 戰力 掉掉掉掉掉下去 我還把這個在當地買的咖啡杯子帶回來了 因為它真的好可愛 是泡泡新生的 雖然說我帶這回來有一點點傻眼 但它起碼 還是曝光了一次在影片裡面喔 還有一個粉紅色的 那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底妝有沒有上的太白 因為我覺得我去韓國好像有曬黑一點點 沒關係太白的話你們就原諒我吧 反正今天的重點不是我的妝 這個呢是 Belina Co的卸妝霜 那卸妝霜我買的是這種超級巨大的包裝 我比較過價差比較大的是大平的 小罐的價差很少 所以不如在台灣買就好了 畢竟這也有一點點重量 如果你要買的話就是買大罐的回來 像我這個就是買四罐大罐送一罐 就是一個可以盡量的挖不用錢的概念 你們看我的化妝包跟它的尺寸比較 這我的化妝包放一個半就滿了 這個 那這個就是超級必買的商品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還沒有淪陷在本林拉庫的卸妝霜的人 你們趕快去找這罐卸妝霜來用用看 一用就會癌上 反正就是很好用啊 阿茉莉的話我最主要的戰利品清單是 在台灣就想好了就是要買 最新款的阿茉莉氣墊粉餅 那最新款的包裝跟舊款的長得不太一樣 這是新款的阿茉莉包裝 那它這一次的包裝長得比較像粉餅盒吧 那如果呢 你到阿茉莉的專門店 不是阿茉莉的專門店的話 還可以找到它不同顏色的殼 那我這個款式是 最普通的水潤款式 因為貴姐夫這個賣得最好 我就買這個 那我用的色號是N23 我本來要買最深色 但是貴姐說 貴姐一直用很很狐疑的態度告訴我 你用那個不會太暗沉嗎 不會太暗沉嗎 好吧那我就買了第二深的顏色回來 它的粉撲這一面變成了皮質的粉撲 氣墊也變得比較不一樣 它沒有氣孔 應該是說它的氣孔筆 已經小到有一點點看不到了 有看到嗎 是有點像蜂巢一樣的形狀 那它最新的這個系列有分 超保濕款、保濕款、遮瑕款 跟霧面持久、控油款 我就是買了最普通的保濕款 但是我覺得它的遮瑕能力非常的好 已經媲美IOPEI舊款的C系列的遮瑕款 所以不需要買到非常遮瑕的款式 接下來是 慕名其妙買的韓綠的這罐保養品 那這個保養品呢 好像是因為買韓綠的東西 在按摩地的專門店買韓綠的某幾支商品的話 全館就是有打八折的折扣 所以不買白不買 我就買了這個明星商品回來 你們去韓國 愛茉莉專門 你們去韓國找愛茉莉的時候 要問清楚 因為每一間店家 他們會故意搭配很貴很貴很多東西的組合給你們 可是呢 其實你只要買某樣單品就有打八折 或者是買某樣單品就會有送某些東西 嗯 另外還送了這個 Iopay的神仙水 那這一罐是18ml 可是它有7罐 我拿掉一罐了 7罐 總容量是跟正品一樣的 的容量 開始有一點點 網順了 好啦好啦 反正這個神仙水就是 它可以舒緩皮膚的不舒服的地方 敏感的時候也可以用 所以我本來就有列入清單 只是沒有想到它正好在送 所以我就 湊滿兒回來了 算是滿多少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它為什麼會送這個 可能是有買Iopay的東西就會送吧 是嗎 我也不清楚 還幫我朋友買了 這個 聯名款的 The Face Shop的 氣墊粉餅 是這個 很像小香包包的 氣墊粉餅 那這一塊粉餅 它是遮瑕款的 氣墊粉餅 因為不是我的 所以我沒有用過 可是我朋友說它 遮瑕力超級強 控油度超級強 持重力超級強 他說如果我要 外出 大概十幾個小時的話 買這一款就對了 我不知道它是騙我的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找看 因為 The Face Shop其實不會很貴 很厲害的手套 它應該是吸水手套 就是 其實 我們在吹頭髮的時候 很容易 越吹越油 那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 可能性是因為你的手 也會分泌油脂 然後你的手上面可能還有一些 殘留的保養品 沒有 沒有擦到 頭髮上面 所以你一直在摸頭髮的時候 也有可能越吹越油 那我覺得用這個的話 可能就是你在吹的時候會很 很順利 然後我覺得它應該也可以 拿來輔助電棒 因為電棒會很燙 眼線 我買了CLEO的防水眼線 然後它這個是一整個組合 睫毛膏 小罐的 跟一個 眼線筆 但是我覺得這眼線筆 沒有我 在日本買的好用 不過 睫毛膏真的是 神奇好用 我想要替睫毛膏再 做一個 妝紋給你們看 因為它真的是太厲害 太厲害了 接下來是在A2House買的東西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想要在A2House 買超多眼影 可是我進去A2House 把那個眼影打開之後 我整個眼花瞭軟 然後又加上 我覺得我的眼影也蠻多的 然後再看到那些顏色怎麼 這麼重複 我就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到最後變成我沒有買眼影 好 沒關係 但是我還是補了一些貨回來 那這個就是 軟梅膠 我在韓國就立刻用了 而且這次用好持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我一整個禮拜都沒有掉色 再來就是這個 呃... 修容筆加打亮 它就是一頭是修容 一頭是打亮筆 那我本來就已經有了 而且我也覺得很好用 所以 就買回來 庫存 接下來是這個 也是101系列的 PLAY 101 Pencil 它是 貨產筆 其實它是眼影筆 但是我選的顏色是沃產的 顏色 那我覺得它 這種設計 很方便 又加上它的 外表 是我喜歡的 的包裝 我好需要一個垃圾桶在隔壁 然後我東西拆了 我就可以把它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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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先來介紹 我在innisfree 買的 保養品 它主要的形象就是 以天然的成分打造的東西 所以我在韓國買的時候 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其他開架的 保養品 我就是比較少去接觸到 也比較少聽到 好不好用 所以我就是這一次 以innisfree的 保養品比較為主 那innisfree的保養品 我自己在台灣 已經在網路上買過了 所以我對他們家保養品的評價 非常高 這個是我也用過的 面膜 那我在韓國已經用掉一個了 它就是那種 動膜的方式 然後這個很棒的地方 是它可以打開 有一個蓋子 所以你一顆如果用兩三次的話 也可以用蓋子把它蓋回來 就比較不會乾掉 或者是不新鮮 綠茶系列的保養 那綠茶系列的話 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最有名的是綠茶精華 但是綠茶精華 我自己覺得在台灣 現在來用會有一點點太黏膩 所以我就沒有買 我後來就是在那邊擦看看 哪一款比較好 那這一款它說是 綠茶什麼什麼霜的 可是它的質地擦起來很 很舒服 很像水凝霜 水凝乳 就是它沒有霜的那種 黏膩或者是悶悶的感覺 如果你很怕很油膩的話 可以買這一罐回來 不一定要買他們最貴的東西 我記得好像500塊吧 500塊上下 忘記了忘記了 接下來是這個 我也蠻推薦你們去買的 它是痘痘貼 那它的痘痘貼裡面 好像還有一點點藥用的成分 它是 我買的是組合 但它也有單賣痘痘貼 那我買的組合就是 它有附贈這個 應該是消毒的酒精棉棒吧 你可能痘痘發炎的時候 你可以先 或者它破掉的時候 你預防感染 你可以先擦一點點這個 棉棒來消毒 薄型的痘痘貼 我覺得 真的還蠻薄的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因為它 顏色很淺 可是呢 還不到可以隱形 那 innis 3送我 一堆這個 有的 就是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上面的英文 我也看不懂 它送我呢 我無盒 就全部長一樣的試用品 我真的是 有一點點苦惱 而且 我想要用看看別的款式 它就給我全部一樣的 好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再當成小禮物送回你們 因為我在台灣 其實是用不太到旅行組的 而且我很怕它過期 緊接著我來分享一下 我在想innisfree的彩妝品 要不要分成一個影片 好 我分成一個影片好了 因為有點多 給你們看我買了些什麼東西 這邊裡面就是有 唇膏的部分 然後 我買了很多款 眉毛專用的 的彩妝品 但是我真的很少在用眉毛的東西 我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買這麼多眉毛的東西 眼影 眼影的話 我還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先去找你們喜歡的顏色 還有這個 液態的唇膏 那innisfree的 彩妝品 我就下次再分享給你們好了 因為我真的蠻喜歡他們的 好不好 在innisfree買了兩支唇餡筆 因為 我的唇周有一點點黑 我希望可以找到 顏色可以先把它們蓋起來的 唇餡筆 可是我又不想用 遮瑕膏蓋 所以我就買了兩支 試試 就是這兩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包裝蠻可愛的 而且是 這種旋轉的筆 不用削籤筆 然後是霧面的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個包裝 所以我才會買回來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在意包裝的人 那 就是加減用囉 既然它沒有辦法 我下次再試試看 還不能斷定 就是我今天用的時候 覺得 沒有很 能夠遮 Vs 熊大的 衰紅 氣墊腮紅 那我買了 CR02 跟PK02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去買 iopay的 氣墊腮紅 但是我覺得iopay的 氣墊腮紅有點太 螢光了 而且它顏色只有兩個 很不好選 自從用了蘭蔻的氣墊腮紅之後 我就愛上了氣墊腮紅 覺得 可以讓妝很服貼 而且不會浮浮的 但是呢 我買了這兩塊之後 我居然在機場又買了 Binni Fit的 腮紅組合 一整組的 我真的是有毛病 這真的超可愛的 我超級喜歡熊大的這個系列 那我也有它的 嗯 唇膏 還有 眼影盒 你們應該都看過我在使用它們 比較偏 粉橘色 那這個顏色是比較紅的吧 比較粉 粉 粉紅色 哎呀 對 我就買了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熊大的腮紅這裡有那個 害羞的表情 那 因為Mishra的系列腮紅價格 也比iopay便宜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們 在iopay選不到喜歡的 其實也沒有一定要買iopay 因為我是iopay的腦粉 所以呢 我本來真的是很想要買 可是 就是顏色不對 所以我就買了 Mishra的推薦給你們 太可愛了 熊大 好 接下來是這個 Lulumi系列的聯名商品 那它的牌子是這個上面這個 CODE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很像在韓國幣不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這個系列全部都在打折 像這個指甲油就是買一送一好像 一關是多少錢 忘記了 總之我這樣買下來是 一萬塊韓幣 所以 折合台幣大概是三百元左右 那我的指甲油顏色 其實都還是選比較 秋冬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夏天的顏色並不是非常適合 各種 黃膚色或者是健康膚色的人 我在TONY MALL買了一罐眼線膠 那因為這罐眼線膠在韓國賣得很好 我在很多的那個影片裡面都有看到 我就買了一罐 有點酒紅咖啡色的顏色 這邊的話是附贈了一個刷子 刷子 它是有一點點紫紅色的顏色 我買囉 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我日本買回來的眼線筆 好 化妝包有沒有很可愛 上面是 貓咪一大多 耶 我每次出國帶這化妝包都會覺得 心情被刺濾了 牙膏 但是我還沒有開來用 是重機代言的牙膏 很像是液態還是乳狀的牙膏吧 OK 終於有一種快要講完的感覺了 我現在已經迎接了第二個二十分鐘 所以我要把這四十分鐘剪成二十分鐘以內的短片 覺得害怕 Niss Free還買了一個護髮的膜 確實是洗完頭缺完頭髮很順 但是可能是因為天氣也有關係 所以我先不對它做太大的評論 我等回國回台灣洗看看的時候再告訴你們 如果我忘記你們再問我吧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個超級詭異的東西給你們 就是這個 它的面膜在韓國也是算出了蠻多款式 也蠻有名的面膜 我就在那個 All Life Young 買了這個 反正它桌子上面就有寫 12345678 就是反正有在 排名十名內觀光客很喜歡買的東西 我就買回來 它是 藥丸面膜 那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覺得 藥丸面膜應該就是 有藥丸的功效這樣而已吧 但是呢 這個面膜有藥味 欸 真的不是我在誇張 就是 那個藥味就是 你在吃感冒藥的藥 或是 看病吃的味藥啊 什麼吸藥的那種藥味 真的很可怕 但是 喔 現在想想 想到那個味道有點害怕 而且我還買了兩盒回來 這個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我可以送你們的禮物喔 我有點害怕這個味道 真的就是 打開那 吸藥藥包的味道 在裡面 現在無法回想 這個味道會 想吐 我是先用這個綠色的藥 那藍色的我還沒有用 可是呢 它的面膜的紙 非常非常的舒服 是那種 敷 是布的面膜 但是它敷起來會 很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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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敷起來也是很 舒服的 但是 就是那個味道 真的是 沒有辦法接受 不要說我很誇張 你們真的用到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送 六片給你們 好了 那 如果你們抽獎抽到 敷完整面膜的時候 請回來跟我報告那個味道 超可怕 另外我也買了一個這個 就是如果你們想要放一些 比較稀奇的藥妝 可以到一間叫做 All Life 然後中間有一個圈圈 後面是一樣的一間藥妝店 那它 在韓國的每個地方都有 分店 很大間很大間很明亮這樣 像是 高級版的保雅這樣子 就是 東西很多很多很多 也有很多彩妝品 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 在裡面買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牌子 就是因為 有一些牌子 你不會特地去逛 轉賣店 那你就可以到 那種大型的藥妝店裡面去 挖寶 那我還有買了一個這個 大家都說很好用的 護髮油 而且 我記得它這樣好像 台幣三四百塊而已 味道很香 聽說台灣也有賣 但是我不曉得台灣價格 有沒有比較優惠 機場買的 這個 很軟的 所以你們說機場的 專櫃小姐也就是跟 跟民動藥妝店的 專櫃小姐 一樣就是態度很差 然後我要去買這個之後 我跟她說我要買這個 她就立馬結帳 也不等我買其他東西 後來我就想說算了 不要買就不要買 我就只買了這個回來 這個是兩罐CHEASEMO的 的那個 防曬霜 那它可以用在臉上 也可以用在身體上 CHEASEMO還蠻大罐 今年夏天應該 這兩條就夠了 我買的是 SPF35 PA三個加的 它還有 50的 我想說35 就夠了 就差多一點 那 我在台灣已經用過它的 試用包 所以我覺得 用起來很舒服 很 很 滋 它很滋潤 但是它不油膩 而且沒有防曬霜的 外道 它是有一點點粉紅色的 推開 就是會 亮亮的 不會有 不會有色差 應該是沒有色差 對 完全沒有色差 擦起來就是這樣 不會非常非常的油膩 很舒服 有 就是喝 喝啊 氣墊粉餅的那種 淡淡的香味 我本來還想要買它的 MAGIC STAR 粉紅色那一罐 妝前乳 我在台灣也用過 覺得蠻好用 如果你們有去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 櫃姐不想讓我買 我就沒有買了 機場還買了這個 機場限定組合 BINIFIT的 普攻音組合 普攻音組合 在韓國真的超級 熱門 可能是因為新聞報導 很浮誇的 在報導這個 系列 不過這個系列是 就是它的這幾樣東西 本來就很有名 然後它這次出了 液態的腮紅 就是普攻音系列的腮紅 為什麼是普攻音呢 可是啊 我發現一件 蠻白癡的事情 就是 這個普攻音蜜粉啊 它是腮紅的顏色 那它機場組合是 兩個一組這樣賣 加上這些東西是一組 這兩個普攻音蜜粉的腮紅呢 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等於我有 兩個一模一樣的腮紅 對 更重要的是 我家裡還有一個 但是我家裡面那個 就是 年代比較久遠了 我本來是想說買一個 回來換新的 但是我居然一次買了兩個 而且 顏色還是一樣的 我到底在做什麼啊 是比較偏 健康一點點的粉紅色 適合 各種膚質來用 它的顏色很淡 可是很漂亮 而且粉很細很細很細 不會 像我皮膚很乾也不會覺得 乾乾的 很浮浮的感覺 微微的亮粉 就是可以打在這個地方 會很可愛很可愛 我自己真的蠻喜歡這塊腮紅的 我來刷一下好了 反正我等一下要出門 雖然我剛剛已經上過 蒲公英的 液態腮紅 可是它 液態腮紅也是 很淡很淡很 很 就是那種 感覺是從皮膚裡面那種 運動完 透出來的 紅紅的感覺 有嗎 有顏色嗎 各位水水滿 我有顏色嗎 我知道 隨便嗎 有嗎 有嗎 兩罐 液態的腮紅 還有 它說是 打亮嗎 是打亮吧 可是我剛剛擦 覺得很不亮 我覺得 Binefit的包裝 都做得非常的 讓人想買 超級可愛 還有質感 那另外一罐 我們一起拆開這一罐 這一罐就是 最紅的 普攻英 腮紅 再去液態的腮紅 液態的腮紅 是這樣 那就是打亮片 只不過呢 我覺得專櫃的商品 怎麼可以用貼紙 貼在這個LOGO的地方 會讓我有一點點傻眼 就是它這裡是一塊貼紙 而且還貼得歪歪的 可能Binefit就會走這個路線 因為他們的腮紅 也是用紙盒裝的 很多人不喜歡那個紙盒 但我還好 那這個是 這一罐的 小小包 謝謝旅行主 如果 你們想要的話 我也可以送你們喔 沒錯 又是試用品 我就是一個 喜歡送試用品的人 需要衛生紙 另外最後就是 送了一個化妝包 這化妝包 這化妝包我也 沒有什麼興趣 由於我很勤儉持家 我就用不著它 可能這個要丟掉了 為什麼要這樣捏在這裡 這樣就是我的韓國戰利品 開蝦文 那食物的部分呢 我已經歸位到廚房去了 我就不要 另外的 拍影片了 總之 我這篇文章應該是 會生成 部落格版本的 圖文版 而且 照片會拍的還蠻清楚的 如果你們有喜歡 某樣商品 想要去韓國買的時候 可以直接用手機拍圖片 然後給店員看 這樣是最快的方式 因為我其實不太記得 全部的價格 而且他們的明信 真的是亂七八糟的 我沒有辦法對照給你們看 所以 我又生了一篇 部落格的文章 給你們 這是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想到有 一樣東西 忘記和你們報告了 請容許我的多話 就是啊 這個 這個Belina Call送的 我拿出來 跟你們分享 這個是 Belina Call 很有名的 銀色的primer 那它的primer 用起來 其實有點像VDR的 貝殼妝前乳 那一款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 貝殼妝前乳 就不需要再買這個 回來用 我覺得 用起來 差不多 再來的話 就是 滯效霜 滯效婚禮霜 它這個呢 我非常強烈的不推薦 因為我覺得 它裡面是有點 銀色的亮片粉 就真的 感覺是要給 結婚的人 新娘子用的 那我自己皮膚 比較偏黃一點點的時候 用起來 超級像 死吧頭 對 就是我的皮膚是黃的嘛 然後它是銀色的嘛 加起來就是有一種 mix的感覺 對 非常的 威猛 如果你們想要 擁有那種 妝感的話 我還蠻推薦這個 給你們的 我在 韓國用了兩次 我都不喜歡 嗯 但喜歡它的人 也是很多的啦 就是 我個人的 感覺 可能就是真的 不適合我的皮膚狀態 然後因為它的 亮粉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臉上 是有那種 內包粉刺 是凹凸凹凸的 粉刺的話 在陽光下會 非常非常非常的明顯 對 點用 大材的單眼拍 都遮不掉的 那種 顆粒感 所以 覺得這樣說的 很像很不好耶 每次都嚼完 才能有點考慮 算了啦 反正 反正會把這影片 看到最後的人 應該也沒及格 好 看到最後的人 才會知道的 小秘密 OK 那我現在已經錄到了 三個二十分鐘 所以呢 我要來迎接 尾聲啦 總之就是 像剛剛說的 你們有想看的 的彩妝品 的 的一些試妝狀態 再告訴我 那我就要和大家說 掰掰啦 再見 希望你們看的開心 喜歡我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一下 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留言給我 還有 替這個影片按個讚 我今天很像有點躁鬱症 好就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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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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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